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头条要看的是股价 美国电动车品牌特斯拉在今年三个多月 股价已经下滑超过了30% 特斯拉的市值蒸发了千亿美金 包括了富国银行和瑞银都纷纷调降 特斯拉的投资评级 除了安全问题 电动车需求放缓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中国大陆品牌的电动车 现在全球市占率已经急起直追 特斯拉的投资人认为 这都要怪执行长马斯克 觉得马斯克除了特斯拉 他又创办太空公司SpaceX 周四把全球最大的运载火箭星舰送上太空 但是这整趟航程并没有完美结束 因为返回地球的时候爆炸失联 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 14号第三次试射星舰 这款全球最大推力最强的运载火箭 最终目标是要把太空人搜上月球 或甚至更远的地方 这回虽然成功升空 且几乎完成整趟试飞 但返回大气层时爆炸解体 尽管这次没有测试核心目标之一 就是在前轨道上滑行时重新点燃引擎 星舰也没能重返地球降落海面 但成功进入太空进入轨道 专家说这就是一次成功的测试飞行 达到关键里程碑 而回到地球 马斯克可还有许多危机等着他去处理 他旗下的电动车品牌特斯拉 股票跟苹果 微软等同列科技七巨头 但今年以来却是标普500指数成分股里表现最差 以大跌近32% 特斯拉因安全问题和召回成长放缓 甚至被迫降价 富国银行分析师最新报告直指 特斯拉是没有成长的成长公司 瑞银也下调特斯拉的预测 表示电动车需求放缓 且中国竞争对手的全球市占率越来越高 都引发投资人担忧 股价最高在2021年底 抽上409美元的特斯拉 本周已连三天收黑 14号再跌4.12% 收在162.5美元 创10个月薪低 券商也把目标价从200美元 下调到120美元 马斯克本人这两天 则是忙着到一个星期前 因纵火事件导致断电的 德国特斯拉厂试查 喂 先生 马斯克 是德国在正好处吗 就在这里 谢谢 德国特斯拉锅 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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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 是继上海厂第二座海外超级工厂 也是特斯拉在欧洲的第一个制造基地 雇佣12000名员工 这个月5号 工厂附近一座书电塔 遭几左派人士纵火 火事没有波及工厂 但导致附近大断电 工厂全面停摆 直到周一才恢复工店 特斯拉预计损失数亿欧元 但上周末 柏林附近有上千人走上街头 抗议特斯拉扩厂计划 怕将影响整个地区的饮用水供应 不过马斯克的争议还不止于此 他在他买下的社群平台X 常写下或转贴偏激 甚至歧视性的言论 之前才因反犹太挺纳粹 导致广告主大撤离 最新再报 因不满前CN主持人勒蒙的访问 在专访24小时后 宣告取消原本谈好的节目合作 让他的争议再添一桩 TV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